豆芽菜在鍋子裡吵到滋滋作響 簡單用鹽巴調味就可以美味上桌 沒想到現在又發生 有業者將工業用的漂白劑 加入豆芽菜中防腐 連菜市場的攤販也說 沒人敢買 客人都沾樣不愛人 每天在菜市場這樣子買的話 政府應該是要好好的把關 家庭主婦們聽到又有黑心豆芽流入市面 又生氣又擔心 不知道自家人不知不覺中 又吃盡了多少黑心食品 我愛身體就像頂心一樣 食品真的是蠻嚴重的 所以還是要嚴格一點 台南有一間地下工廠被查出 為了增加豆芽菜賣相 長期使用工業用的滴芽硫酸鈉 也就是俗稱保險粉的漂白劑 來浸泡清洗豆芽菜 10年內已經賣出了 10800噸的黑心豆芽 銷售到台南高雄的傳統市場 和各大餐廳 雖然最高法院認定 業者已經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 但又說因為保險粉 常溫下放兩個小時就會揮發 加上沒有資料證明 吃下毒對人體會有不良影響 因此只判囚刑業者8個月徒刑 還可一顆罰金48萬 過去我們台灣一直無法擺脫 這些洗腎王國的陰影 就是有這些黑心廠商的存在 頂心烈油案法官通通判無罪 已經引發社會輿論 如今連豆芽菜業者 確實加了不能加的東西 罪證卻做 卻因為沒有資料可證實 黑心豆芽菜對人體的影響 變得好像是有罪 但這罪還好而已 只能說看了違法 好像也沒什麼 反正最後也只是 罰罰錢就能了事 接著賴光章記博士張欣益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